这个女孩太惨了些吧 只见她专心致志的在实验室里面做着实验 等女孩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个黑暗的环境 她十分惶恐 拿出手电筒照亮周围 却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女孩用尽吃奶的力气想要推开身前铁板 发现做的一切全是徒劳的 密闭的空间很快让女孩感到了惊慌 她用力一下一下的拍打着面前的铁板 发出求救声音 和任凭她嗓子喊到嘶呀 外面也没有半点回应 就在这时 女孩手臂上传来剧烈的疼痛 当她撩起来一看 手臂上有一只蜈蚣在爬洞 她大声尖叫下来 用力的甩东袖子 在剧烈挣扎中 衣服终于被女孩拖了下来 女孩知道 一味的呼喊只会白白消耗体力 为了想出自救的办法 她开始变得冷静 精心思考如何从这里逃脱出去 就在这时 女孩在脚边发现了一架手机 她向找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 连忙将手机拿下来拨通了报警电话 很快 电话接通了 女孩激动的手都在颤动 诉说着自己现在的处境 可警察听了却不着急 反问女孩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 女孩变得急躁不安 认为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问这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为了能尽快获救 女孩只能将自己知道的衣 说给了警察听 至于自己被关在哪 她真的不知道 警察为了能得到女孩确切的位置 必须知道Sam卡的信息 才能够定位解救出她 女孩没再多犹豫 挂断电话 取下深浅的胸盘 支撑一根细长的铁丝 取出了Sam卡 随腰手电筒 将Sam卡上的信息 写在了手上 随后又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警察救了信息后 让女孩静心等待 很快就会锁定她的位置 将她救出来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女孩为了能逃离出去 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想尝试破解开手机的密码 可接连尝试后 手机依旧无法打开 渐渐的 女孩失去了耐心 只能继续等待警察的救援 突然 实际上救救这个女孩 她被关在密闭的棺材里面 就在这时 女孩发现棺材正缓缓移动 她连忙拨通电话 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警察 可警察听完 劝了她再等等 女孩别无他法 只能听错 不知过了多久 女孩被一阵吵诈得 风起一声惊动 她十分害怕 联邦拿起手机 跟警察诉说了这一件事情 警察也在这时候 找到她的位置 现在正派出大批警力 前来营救 女孩听到警察要来救自己 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她静心等待警察的救援 可左等右等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却没有等到警察的身影 女孩急了 联盟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可电话那头去告诉女孩 已经派出大批警力营救的 却在那个位置 没有找到她的身影 认为女孩是不是在系动她 女孩急起来想要解释 可警察根本不听 直接挂断女孩的电话 也停止了对她的搜救 女孩的希望瞬间破灭 此时 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放声大叫情 双手猛烈拍打着棺材 但做的这一切 只会让她更加快速的去见上帝 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女孩静下心来 随手又按了几个数字 没想到 这次手机真被解开了 在高兴之余 女孩赶紧拨通家里人的电话 想让他们来救自己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接通 女孩知道 自己命不久矣 放弃了争吵 她拿起手机 不再拨通电话 而是留下自己的遗言 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将自己想说的全部说出来 就这样 手机电量在女孩的折腾中 消耗殆尽 到底是谁想要害这个女孩 她被打晕丢进了密闭的棺材里面 女孩拼命地敲打着箱子求救 可现在想要逃脱出去 比登天都难 就在女孩绝望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白光 箱子自己缓缓打开 而在外头正站着一排人看向女孩 女孩慌忙地坐起身 大口喘着粗气 发现自己就在实验室里面 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质疑 难道自己真的逃出来了吗 好吧 这只是一个梦境 刚刚的一切都是假的 已经不单单只是绝望了 她无助地拍打 肆意挥霍自己仅存的体力 可画面一转 女孩又安然无恙地躺在了病床上 原来 躺在棺材里面的一切全都是幻象 女孩被激晕后 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在棺材中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她昏迷中幻象出来的 喉咙叫不出声来 那是医生为了给她供养 慢慢地插入氧气管 手臂被蜈蚣咬伤了 那其实是医生在给她扎针输液 莫名地移动 那是医生推她进入抢救室 嘈杂的风吹声 是她被送入做脑电波 在最后看到了那一束白光 是医生用手电筒检查她的痛苦 女孩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只是大脑不愿承认 做了无畏的挣扎罢了 但再怎么剧烈的挣扎 她还是无法摆脱这套束缚 被紧简地锁在了棺材里 看完电影 多希望女孩能逃脱棺材 因为被装进密闭的环境 是真的不好受 怪叔叔也曾尝试过 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那种压抑感 真的能让人喘不过气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